經過我們這段時間不斷的擴大荒內擴大採檢 我們可以確定除了這個十個十生以外 在今天又增加了兩位幼兒三位家長 總共增加了十五位 那在昨天下午出來 除了我們擴大荒內跟採檢全部 把第一圈第二圈包括家長部會 全部送集中防疫旅館來做好隔離 以及做好採檢 經過連夜的隔離 我們總共有182位 送到我們的集中防疫旅館裡面去做採檢 目前總共採檢出來是162位都是陰性 其他還在陸續採檢當中 當然我們會隨著疫情也不斷的在擴大 方列隔離相關的人 所以雖然我們隔離了182位 陸陸續續還會再做增加 所以在昨天晚上 我們特別要拍緊急應變的會議 面對幼兒園 他的家屬 有親屬 變在其他的學校 或是隔離的安勤班的學校 我們立即採取 預防性的停課 所以當採取預防性的停課的過程當中 我們針對安勤班的幼兒園有關心的四個學校 在板橋包括兩個幼兒園 以及三重的一個公托 還有板橋的學校 總共四個學校 停了2252人 這四個學校是因為幼兒園 大家做預防性的停課 停了2252人 至於另外有一個學校 大家非常關心的是另外一個個案 因為同學染疫 我們特別在那個班級停課 以及前校 預防性的停課三天 這也是另外一個個案 出來我們採取了 對孩子的保護 一課都不能等到 所以昨天晚上我們 演夜採取了緊急應變 停了五個學校 總共停了4,327年的學生 預防性的停課 不用到學校來 所以目前幼兒園的染疫事件 我們適合 我們適合 第二打的病毒 全力會在 因為這一次的傳播力 很超過阿法的想像力 想像的傳播力 讓我們一下子 光一個老師確診 一驗出來就發覺 幼兒園的小朋友就去了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絕對不能等閒四肢 我們視同第二打來期 是我們一圈兩圈方列 以及第三圈的調查 就是希望 在第一個時間 既因定性還沒有出來的同學 我們就能夠做好 充分的迎戰的準備 所以在我昨天 特別有下令 身為強化警戒二級 強化二級警戒裡面 強化二級警戒裡面 禁止探病 長照機構 禁止保釋 培併是限於兩圈 以及我們的集會 限收室內五十五四塊一百 我們都要做好 換錢的準備 除了這個部分以外 我特別要求中央 在基因定序方面 能夠加快腳步